繼續來看美國 權威的財政委託 培伏社 根據專給一百三十五的 經濟體的重新占力 來進行到并閉 臺灣的專給 白名第五名 這個并閉包括到 吸收現有技術的興奮 組織科技技術建設 跟商業經濟頂頂的項目 上官分是三分 上官是負三分 臺灣的侵化IT的機票 拿到最高分 二點九分 其他的機票 也都拿到不錯的并分 這樣結算下來 臺灣在專給 創新增落是白名 第五名 第一名是日本 第二名是美國 第三名是德國 第四名是瑞士